我问一下 我跟我先生的缘分会怎么发展 请师傅帮我看一下我的婚姻 因为你们过去对人生一无所知 吃了一辈子的苦 受了一辈子的难 最后为什么吃苦都不知道 很多人感情上吃苦一辈子 为什么 这个男的呢 开始的时候性格非常好 很温柔体贴 什么都听你的 现在有一点变了 都卖账了 你现在跟他很大的恶缘 你现在跟他两个人已经到了 就是讲话都不愿意多讲的地方 不是太对了 就是这样 很多夫妻之间天天在吵在闹 实际上就是在还你们的情债 上辈子是一个男人 你上辈子欠人家很多女人的 所以这辈子让你变成个女人 来被男人欺 你有一个男人是最让你伤心的 这个男人呢 现在已经跟你拜拜了 你这个人 你是上辈子欠他很多 所以你到现在还忘记不了他 我劝你赶快忘记他 因为他对你的好也好 你对他最后伤他也好 都是你们上辈子的恶缘 希望你们化解情债 化解情缘 用佛法来改变你们的人生 自己要学会调节心态 调节心灵 因为人生实际上很多 不是欠债就是还债 好好念经 求菩萨保佑 一切都会化吉祥 如果你想保持这段婚姻 每天给你这个老公念 解节奏四十九遍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让我某某某和我先生某某某 化解恶缘 每天念 如果一个月之后 他会明显地改变对你的好了 那么你们这个人 两个人恶缘就开始慢慢地化 他愿意跟你好 你感恩他 他不愿意跟你好 你自己很清净 你这样的话 先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然后不停地念心经 念到后来 他如果跟你慢慢地想开了 他会回来对你好 如果他想不开 自然而然的 时间长了就随缘了 所以学佛就懂得这些问题了 你不学佛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像欠他一样 他就这么欺负我 离也离不掉 气也把你气死 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就是一个因果 你是一个人都没有意义 他会不会有意义 他在家动上 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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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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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happen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